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进门以后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后来林经理也过来了 林经理 你也看到了吗 我 老刘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这么干 当时那个女服务员说 说有关老邓的事要告诉我 我让她到我办公室去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 她说 说什么了 你说话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现在你可是阳光集团的代总经理 闹出这么大的事 酒店的名声怎么办 我们这些股东能当中没看见吗 她说老邓喝醉酒的强暴了她 这怎么可能呢 当时我也不信 然后她求我帮忙 求你帮忙就要脱衣服 刘副总 你这套说辞恐怕有点太牵强了吧 事后我问过那个吴小林 她也没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当时她千真万千这么跟我说的 说老邓喝醉的强冒了她 后来还三番两制威胁她 别说了 你的胡话我听够了 刘副总 从现在开始 你的代总经理就不要做了 从明天起 由张经理 暂时接替刘副总的位置 你是邓总的女婿 你来做 我想邓总和在座的股东 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可能没意见 老刘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老邓 这件事情我也解释不清楚 跟你这么多年了 我也该退休了 不算给你听任何麻烦 对不起 老刘 刘总 别叫刘总了 我已经辞职了 那件事 那件事 如果我是被陷害的 你相信 我信 我信 刘总 您不能走 您要是走了 事情的真相就更查不出来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无所谓什么名利 林叔 我不知道您跟张阳有什么过节 但是您还年轻 还得继续在阳光酒店工作 您以后多提防张阳 她这个人 太阴险了 刘总 刘总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追导邓总 她还算是个公正的人 不会骗点她女婿的 我走了 自己多保重 这个拿走 好 全拿走 你就换棕色了 明白 拿走 好 真的不要了 好 电脑 我要笔一本 拿走 好 张阳 你们先出去吧 门关上 好 走 怎么了 又打了个脸 刘总的事情 是你在捣鬼吧 不你什么意思啊 她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刘总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到底是不是你在捣鬼 什么是我捣的鬼 那天你不是也在场吗 会上你不是也作证了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除了你还会有谁 你是不是觉得这世界上 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干的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查清楚的 你逼我什么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副总经理 想让你离开阳光一句话的事 别逼我了 查 查 查什么查 你警察呀你查 你等着 好 奶奶 奶奶 爸 张扬啊 你现在当了戴总经理 怎么样啊 能应付过来吗 肯定没有爸那么游刃有余了 坐坐坐 我呢会全力以赴的 我这两天听到公司里面 一些老员工还说他呢 把酒店管理得很好 对了爸爸 我有个事想跟你请示一下 现在公司里面所有的事情 就由你来做足了 以后你决定就行了 不用再请示我 爸 这件事关系到林经理 所以我还是想跟你请示请示 跟林叔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的 咱们东北的分公司啊 现在管理上有些混乱 员工的积极性啊 包括顾客的口碑都不太好 所以呢我想派林经理去东北那边 协助管理一段时间 你是要派林叔到东北去啊 林叔要去东北了 林叔他一直是在我们宣传部门里面工作 你把他派到东北去的话 这对管理上面来讲有什么帮助啊 爸你不知道 我发现林叔身上是有管理才能的 您不是一直很看好他吗 我觉得这次是个机会 让他去锻炼锻炼 说不定将来是把好手 爸 我觉得张阳说得有道理 你干脆把林叔发到东北得了 张阳啊 你现在是戴总经理 这林叔啊 说到底也是你一个兵 你想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 不要去跟你爸说 妈 既然让他干 就彻底放手 年轻人有他自己的思路 奶奶说得没错 我同意 好 那就这么办吧 谢谢爸爸 行 妈 我来搬你 不用你歇着吧 很难歇着呢 我来搬你 我来搬你 嗯 林叔啊 我怎么看你好像最近心情不太好 怎么了 有吗 嗯 没有啊 可能是工作有点累 哦 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哦 嗯 你要是垮了就我们也怎么办 放心吧 我有数 哦 林叔啊 嗯 你跟那位相成怎么样了 妈 你怎么又提他 我都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好几天没见了 你们俩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好几天没见了 妈 您就别操这心了 行不行 哎呀 我怎么能不操心吗 你说你一个人这么辛苦 你要是找个好人的话 他至少能替你分担一点是不是 哎呦 我还找什么找 我不找人 我不过得也挺好的嘛 我谁都不找 就陪着你 陪你一辈子 你不嫁人怎么能过得好啊 这是怎么想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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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向晨啊 你晚饭也都没怎么吃 妈给你煮了碗面 一会儿下来吃啊 我没胃口 向晨啊 你的病都还没好利索呢 不吃东西怎么行呢 这事啊 我一想就来气 不是让那个林叔给害的 行了嘛 这事本来就是个意外 就算他不是林叔是别人 那我看见了我一定会帮忙的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好好好 不怪他不怪他 只要你跟他没什么事 怎么着都行 现在不是我看不上人家 是人家看不上我 什么 他看不上你 他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你啊 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 他还有资格挑三拣四的 我看啊 这辈子只有单身过了 招 Benedicente 张总好 正好 你好 您好 人经理在吗 在 好 请进 忙什么呢 您有事吗 有 通知你一声 公司已经决定 把你调到 东北的分公司了 什么时候决定的 一分钟前 我刚刚决定 你 赶紧收拾收拾 我已经让总务部 给你订了后天的机票 张扬 我不能去东北 我要照顾我妈 我弟弟手受伤了 不能没人照顾 听你这么说的话 你家里确实离不开你 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辞职 我帮你找份工作 你去东北的事 是公司决定的 改不了 你考虑考虑 这真好 你想想看 要您在这买一套房子的话 那真的是 太好了 老段 今天是白天 做什么白人模 你知不知道这里房子 多少钱一瓶 说起来都吓死了 对对对 那我还是别说了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我们家 女儿的事啊 闹心死 你女儿不是在 一间大酒店里面 当经理吗 挺好的 当经理是好啊 可是事也多啊 这不刚接到电话 说要调到东北去 你说她调到了东北去 我们这一家 老小的谁管啊 有时候想想 你女儿也挺好的 当服务员 也不用操心 所以我说 我们家林书啊 就看人天天心事重重 你说你女儿 叫林书 怎么了 她是在哪一个酒店 里面上班的 五星级大酒店 我估计你都没去过 阳光酒店 原来你女儿是林书 怎么了 不是 那个 那个 我刚好有一个朋友 她女儿也叫林书 还挺小怪的 这同没同情人多了 想不到 林书竟然是李晴的女儿 仔细想想 她们俩确实长得还笑 好 进来 张总 邓总过来了 爸 您来了 来 坐 最近一定很忙吧 还行 我今天来呢 是要跟你说个事 就是有关于 林书林经理 调到东北去的事 我想到另外一个 合适的人选 我看就让开发部的 王经理去吧 那林经理调到东北的任命 全公司都已经通报了呀 这有什么关系啊 这都可以更改的嘛 我看这个事情就这么办吧 好好好 您怎么突然想起换人了 那是因为 东北酒店那边的业务 实在是太繁重了 我担心林书 他的经验不足 所以才会做这个调整 另外 我回去的时候 我会跟奶奶说这个事情了 好吧 好好好 你慢慢走 公司已经觉得 决定把你调到东北的分公司了 怎么办 如果去了东北工作 家家怎么办 凌晨的手不好 谁能照顾 怎么办 邓总好 邓总好 邓总 林经理 听说你要被调到分公司去了 是张总的决定 可是邓总 我知道 你的情况 我有去了解了一下 是不是不想去 可以不去吗 当然可以不去啊 我知道 你现在家里有难处 但是我希望你多花点时间 陪陪你妈妈 她一个人在外 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 谢谢邓总 对了 对了 上次钱的那个事情呢 我已经提报给董事会了 就把那笔钱当作是你的奖金发给你 可是上次的钱 不是说好是借的吗 你已经跟你说了吗 那是奖金 我希望你能够配合张阳好好的工作 做出一点成绩来让我看看 行吗 好 那你先忙 我走了 等会慢走 好 那你先忙 我走了 等会慢走 好 喂 凌晨了 喂 姐 我现在在你们酒店呢 在我们酒店 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就是厨师长让我过来 你说陪这次新人吃多饭了 那你跟他们相处得好吗 放心吧 姐 我有那么脆弱吗 不就是受伤吗 回头就好了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去吧 记住啊 别喝酒 行 姐 先挂了啊 拜拜 拜拜 张阳 你说爸爸怎么能这样啊 怎么能说变就变啊 让林叔去东北 不是挺好的吗 爸说了 发展部的张经理 比他更适合那边的工作 比他经验更丰富 那也不能说变就变啊 不行 我得去找爸爸 再不行我就去找奶奶 我就不相信奶奶管不了爸爸 对这事这么上心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林叔真走了 你那相辰哥就伤心了 你什么意思啊 生气了 跟你闹着玩呢 干吗那么认真呢 我是说爸说得有道理 知道吧 林叔确实没有那方面工作的精力 他如果到了东北把事搞砸了 到时候我也得担责任 知道吧 可是 可是 咱别因为这事儿 让爸爸让奶奶伤心上火好吗 我请你喝咖啡 行吗 走 走 行了行了 你绝了个嘴 把那个脸 谢谢 你谁啊 干什么的 他是我朋友 没事 你先到咖啡厅等我 我一会儿就过去 那你快点啊 知道了 好久不见了 你手怎么了 你抛弃我姐 你过得不错呀 我 我没有抛弃你姐 我跟你姐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 那会儿你还小 不懂 我 千万别冲动啊 这到处都是摄像头 这么多保安 这不是很大事儿 明白吗 那你在这干吗呀 喝咖啡呀 约了朋友喝咖啡呀 还有事吗 那我走了啊 祝你早日康复 好 刚刚那个人是干吗的呀 看起来怪怪的 以前我们部里的实习生 因为大家都被我开除了 所以见着我总是不服气呗 这样的人你以后还少接触 对你不好 我知道了 来 咖啡 一样的 太好了吧 太好了 哈啡子 好 好 好 救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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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轩 你回来了 不行不行 真老了 要不 咱俩聊好 行 好 你一个司机还挺娇气的 你有不少胳膊少腿的 怎么就不能开车了 你以为你是我的 我女儿当经理我才可以养尊处优 知道吗 你说你女儿叫林书 怎么了 她是在哪一个酒店里面上班的 五星级大酒店 我估计你都没去过 阳光酒店 她迟早 会透过林书知道我的身份 要不我去向她好本 然后跟她打电话 向她求婚 好 爸姐 安甯 虽然咱街数不多 但是 我觉得你人不错 人好有什么用 你姐也不喜欢我 不是我觉得我姐不是不喜欢你 是不是你们中间有什么诚误啊 如果是诚会的话 解乎清楚不就好了吗 你姐是个特了不起的人 善良 坚强 勇敢 对家人特别有爱心 说实话 我特别想跟你姐站在一起 对面对所有没人的 问题是 问题是 误会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什么叫情人眼里出戏师啊 这句话我一定会转达给你姐的 我觉得我姐这人呢 就刀子嘴斗不心 她不会没事找事的 她肯定有原因 这样 回头我帮你侧美尔调查调查 真的 真的 那就谢谢兄台了 你这手 恢复得怎么样了 有什么打算 就这样呗 这不工作也长了吗 人一看我这样是要我呀 走一步算一步吧 建家 别跑了 那你说要不这样吧 你来过工作室帮我的忙 你在搜紧 让你们见性 不 我 不行 要是她拒绝我的话怎么办呢 别 现在做法做不利索 做饭有什么好的呀 你说凌晨为什么要当厨师做饭呢 想不明白 老邓 老邓在哪儿最近老赶电话 不过她人到什么 还蛮老实的 喂 老邓啊 喂 李晴啊 这个 你明天中午有空吗 你干吗呀 那个是这样子的 那个 那个阳光酒店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我女儿在里边上班 那是五星级大酒店 因为呢 我一个朋友呢 她 她送了我两张 那个阳光酒店的餐券 我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时间 送你餐券 吹牛吧 那酒店消费可高了 送你老板的吧 对对对对 这老板他就顺便拿 拿给我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去 去 去 哎呀 我是怕我女儿看见我 回头她要说我 你知道吧 那个 不会那么巧吧 你女儿也不在餐厅里面工作嘛 而且我们只是吃个饭 因为你不去的话呢 我一个人去吃也没什么意思 那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去的话呢 那 那么 那么贵的一个餐券 不就浪费了吗 浪费 别别别别 浪费多可惜啊 那行吧 那行吧啊 明天中午 我跟你说了 我饭没做完呢 回头我女儿回来了 好 好 好 那 那我们明天中午见啊 好 好 小家伙 今天玩过瘾了吧 回去赶紧洗个澡啊 过来佳佳 去 热不热 佳佳 妈妈 妈妈 我今天和线的叔叔玩得可开心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许跟不熟悉的叔叔说话 走 回家 还不如住院吧 还不如住院吧 我先去洗澡了啊 是 人家 也有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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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啊 丑小鸭吓了一跳 因为一在水里 再也不是从前那只丑小鸭 而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外婆 妈妈是不是不喜欢酿生叔叔 她为什么要生气 你小孩子 大人是你不懂的 我懂啊 我已经长大了 你就告诉我妈 妈妈为什么要生 向上叔叔的气 这是别说是你了 外婆也弄不明白 外婆也弄不明白 好 快点睡觉 可是我觉得向上叔叔 挺好的呀 我想让妈妈和向上叔叔 在一起 姐姐 你现在是小孩子 你的任务是睡觉 你知道吗 你明天安生药员 你知道吗 快点睡觉 外婆监督你睡觉 躺下 躺下 我们看你 看你看你 有没有睁眼睛 不许偷笑 昨天晚上 你看看啊 邻经理 邻经理 那个 家家还好吗 谢谢你关心 她很好 明天不是有拍摄吗 蓝星让我去她工作室 看她新设计的婚纱 这个不仅涉及到杂志和广告 还涉及到宣传部的宣传手册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吧 我去 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走吧 蓝星 向晨哥 林经理 你怎么来了 我在路上正好碰上林经理 反正林经理迟早会看到婚纱的 我就邀请她一起过来的 没什么不方便吧 不会啊 你们随便看看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 好 好 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喜欢谁 就一定要告诉他 那么今天放学回家之后 小朋友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说你喜欢他们 爱他们 好不好 好 真棒 好 接下来我们洗手吃饭了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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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夜告诉赞成叔叔 妈妈喜欢他 向然叔叔和妈妈一起工作 那我就去妈妈工作的地方找他 图纸上的这几款婚纱 是我最新设计出来的 到时候制作的时候 也会采用国外最流行的3D剪裁技术 可以更好地涂出新娘的身材 好 担心 你现在是越来越棒了 做的设计呢 也是越来越有特色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处自己的品牌 那到时候我也要请向那摄影师 来帮我拍宣传册了 到时候就怕你看不起 我这个小摄影师了 怎么会 我希望向诚哥 可以帮我拍一辈子的照片 林经理 喝点水吧 谢谢 林经理 对不起 别说你没事吧 没事 都是我不好 林经理 我看不如这样吧 既然是我不小心弄湿的 我去给你买几件好一点的衣服 你赶紧换上怎么样 不用了 我自己处理 安心 林经理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好要去宣传部啊 怎么了 那你现在没事了 陪我去光旺街 找找看个包 走 我 我有点事情啊 等一下 你要去买包是吧 来 这个先拿来 哥 你别搞得好像每次我看到你 都会跑得不上去 博削你似的 就一会儿陪我去买个包 你就可以走了 走吧 走 我 我 我帮我挑一挑好不好 走 走吧 不 你先拿去 你先拿去 一会儿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啊 不是 哥 这么着急 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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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刚才真不好意思啊 林书 他不是有意的 你别生气啊 喂 你好 孔老师 是 我是佳佳的妈妈 怎么了 什么 出什么事儿了吗 在家不见了 这老邓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约了我 还约别的女人 什么了不起 我就两张不合适了 林书 林书 老邓 对不起 是个误会 你说吃饭的算是吧 没事 你跟他吃嘛 不过你这进来已经约了他 你还约我干吗 你说这在大堂里 拉拉扯扯的 显示你很有魅力是不是 林书 你听我说 其实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好 你家女儿 喂 黄老林书啊 家家不见了 我 我帮我来找找 行行行 那个老邓啊 我们家孩子不见了 我来找找 不不不 你先别急 坐我的车好不好 我的车快 好 坐坐坐 好 言之不开 柔佳 杰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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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呢 我现在已经报警了 他们有消息就会通知我 小小身体一直不好 从小就跟着我吃苦 可是他从来不抱怨 他一直很听话很乖的 不会乱跑的 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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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冷静点 看着我 看着我 你相信 家家不会有事 你一定不会有事 再找着 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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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晴 雨晴 让起 雪晴 好疯了 家家会不会接了呢 家家 行 你别慌 我们已经报警了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你说不净就会接了 看 雨晴 怎么样 雨晴 我们家日子怎么会这么难过呢 幸运是凌晨 莫名其妙地被人打 我手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好 家家又不见了 雨晴的日子 怎么就这么难了 雨晴 你先别慌 好不好 别慌 没事 一定不会走到的 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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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喂 在哪儿 我马上回来 有消息了 家家回去了 你怎么找就找不到呢 喂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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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跑出去找叔叔了 这孩子 真行 找到就好啊 他自己跑去找叔叔了 哦 这儿还得帅 家家 以后不许乱跑了 听见没有 我只是想找向珍叔叔 抱歉向珍叔叔 妈妈喜欢他 那也不能乱跑了 家家了 妈妈 喂 家家 妈妈看看 我看看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啊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啊 你跑到哪儿去了 万一找不着你怎么办 一点都不听话 对不起 妈妈 王主持相长 向珍叔叔 告诉向珍叔叔 你喜欢他 你胡说什么呢 你急死妈妈了 你急死妈妈 你急死妈妈了 佳佳也这么喜欢向珍 还不够得找个时间 找向珍的妈妈好好聊一聊 得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你饿了吧 咱们去吃饭去吧 你 你还是去跟那个 就那个 跟那个长头发的女的 去吃吧 哪一个长头发女的 您是说刚刚在酒店门口 碰到的那位 那是明明 那我妹妹 您不是见过吗 明明 对 就是那个 就整个测那是那丫头吧 就是她 长大了嘛 你看你 想什么呢 你现在干吗呢 他现在那个 他离婚了 然后在一个那个那个洗衣店里打工呢 大家都不容易啊 是啊 都不容易 这 你肚子已经饿了 咱们就去吃饭吧 我去了 都这个点 厨师肯定下班了 没 没关系 我可以请他再坐吧 你就一个司机 你让他坐 你他就坐 以为你是阳光酒店总经理的 真请他来坐 对 你看 看我想什么呢 好了 好了 我们下次见 今天我请 走 不是 李琴 不是 我说好的 李琴